我今天帶了一些書來 最新出版的我人生的歷練 寫在這裡面 我把我人生最得意的作品 五個作品寫在裡面 從故事開始 它的流程圖 它的原理都寫在裡面 如果你有小孩 想要讓他有目標 讓他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會自己去解決 那這本書非常棒 因為我小時候吃了很多苦 小時候被人家瞧不起 現在的孩子就是因為太好病了 沒有吃過苦 所以有時候 我爸爸讓我吃苦 我覺得這樣 爸爸對我是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樣的 同樣待遇 早上起來要掃地 要養鴨養雞的 同樣要做 所以我覺得 給他一點責任扛比較重要 有責任他就會自己想辦法 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想要做哪些事情 一定要圖像化 文字化 推出來 所以現在年輕人就是不敢有很大的目標 不敢大大的夢想 很多人不敢做夢的 所以教他們設定目標 這個是我覺得最有效的 我去年暑假 有個爸爸帶著他的歐主來 來我家 來我工廠 那我爸爸大概四十幾歲 看到我就掉眼淚 他怎麼樣 他的歐子 本來讀高工的 學業都幾乎放棄了 到高歐的時候都不讀書了 有一天他帶著他來聽我的演講 他聽到我的女兒把台科大都貼在那個床邊 他回家 他的歐子聽到之後 回家也把台科大貼上去 一個學業都放棄了 居然會考上台科大 第一次願 他爸爸真的感動得掉眼淚 所以那個目標的威力真的很強 我今天晚上 整個過程都一直在帶那個目標 所以目標很重要 好 其實 我 我老婆是我台中高工的學妹 我在學校見過一次練而已 那見過一次練 我想 這書法比賽 因為我書法是練得很好 每次班 班代表一定是我 而且每次我一定拿到全校第一名的 那從一年級二年級這樣子 那一次比賽 他坐在我旁邊 他小微一近 他看到我寫字很漂亮 那他沒有發現我的身體怎麼樣 那我寫完了 我拜託說你幫我交件好不好 他說為什麼幫你交件啊 我沒有解釋 他就幫我交件 然後 交完了他很好奇就站在那邊看 我把東西收一收 用爬的爬出來 他看到軟住了 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後來他 他看到下個禮拜頒獎的時候 我拿到第一名 他沒有得獎 然後他拜託他的同學 是跟我住同一個宿舍的 說可不可以去教他寫書法 找題材啦 落款啦 怎麼去 去拍 編排啊 那我想說好吧 反正我已經畢業在工作了 那我就 利用禮拜天到他家裡去 叫他寫書法 結果寫完了 我去找那個國父那個 無心性極可行 雖遺山倒海之難 那句話寫完了之後 錄款錄好了 寫得不錯 所以你這樣練三遍 你要得獎的機會就比較大 結果我就要走了 走了 爸爸剛好從外面回來 看我用爬的 他偷偷地跟他的女兒說 不要讓這個人 以後常常到我們家來走動啊 我們家做生意的 人家看得不好意思 我聽到了 我說好阿伯 以後我不會再來 謝謝你 我就走了 那他女兒看到這種畫面 一定覺得不好意思啊 寫心來講 說抱歉啊 一直抱歉 然後說改天要請我喝咖啡 請我吃飯 道歉 那寫了五封 我都沒有回他 沒有理他 寫到第六封 想說這個 這女孩子怎麼這麼 我不理他 那一直寫來呢 後來就跟他回一下 那就跟他去吃飯 我覺得這個 女孩子雖然很笨笨的 但是 蠻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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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往看看好了 結果他爸爸知道我在交往 反對到底 你在跟他交往就怎麼樣怎麼樣 講了很多不好的那個 因為他不想我跟他有 有什麼關係 所以交 反對到底那怎麼辦啊 想說沒關係吧 想辦法解決就好了 任何困難一定有 有方法的 那人家追女朋友 半年一年就結婚 把時間拉長 設定六年 六年的時間啊 能夠追到女朋友就好了 那設定六年 我就用自己的工作表現 用自己的那個人際關係 自己的上進的心 給他爸爸媽媽看 結果啊 到第五年 爸爸看到 他說 早上情快不妙 這個 他的心 已經在我這邊了 想說 找沒人嫁出去 免得越長夢多 那就 找了很多沒人 我聽他 每個禮拜都在相親 這個禮拜也在相親 萬一他找到一個 比我英進 比我有錢的人怎麼辦啊 嫁出去我就沒有女朋友了 所以 鼓起勇氣 打電話給他爸爸 阿伯 我晚上找你泡茶好不好啊 他說 嗯 我們之間沒什麼好談了 不用來 我說 你給我一點時間啦 拜託啦 他說他七點半有事 我說好 七點我就到 我六點五十就到 到了 我想說 只有半個小時啊 開門見三跟他說 阿伯 請你把女兒嫁給我 好不好啊 他說不可能 我說 我們今天交往了五年多了啊 他也愛我 我也愛他啊 我有正當工作啊 那我的薪水 這公司也很高的啊 沒問題的啦 他說不行 那他在看我講這些 他跑到他的那個 抽屜那邊 去哪裡要撿報 黃黃的報紙 可能放很久了 放在我的前面 我一看 哇完蛋了 就殺傷力太大了 這個報紙寫什麼呢 生命都是鄭峰奇先生 三十一歲過世 哇 這個我怎麼解釋啊 我活到幾歲怎麼跟你解釋呢 沒辦法 我去跟他說 我雖然腳不方便 但是我身體很健康啊 我連感冒都沒有啊 我跟他解釋 沒有用 講了兩個小時 他還是聽不進去 哇 後來他算了算 我的醫生朋友告訴我 像你們這個 身體不方便的人 你會生育嗎 萬一你不會生育 我的女兒嫁給你 他有什麼幸福可言啊 阿伯 你那個醫生 好像沒有在做功課吧 我也算腳不方便 但是我該有的零件都很健全啊 他說不相信 不相信很簡單啊 到臥室裡面 給你檢查一下就知道啦 那他本來要檢查了 看到我這麼有信心 跟他走到房間門口 算了算了 相信你好了 他後來提到第三個 第三個問題 他說 萬一我的女兒嫁給你 人家情侶夫妻都手牽手 摟著腰在走路 你一個用爬的 一個用走的 那我女兒怎麼敢想 除非你能夠站起來 牽著她的手 就把女兒嫁給你 哇沒辦法呢 沒辦法 這杯水灰油就回去了啊 哇說好吧 對我跟她說再見好了啦 那你把你的女兒叫出來 我跟她分手 跟她再見 他說現在半夜三點多了啦 她已經睡著了啦 我說不會啦 她知道我在這裡 應該不會睡 你把她叫出來 把她叫出來 果然還沒有睡喔 我問她 你的爸爸說 萬一我們結婚了 人家都手牽手 在走路 我一個用爬的 一個用走的 你做我敢想啊 那想囉 一分鐘 跟她爸爸說 爸爸 這個年輕人 雖然腳不方便 但是她很肯上進 很有幽默感 很有承認感 我常常到她老闆那邊 老闆都很賞識她 這些優點 會彌補牽手的缺點 所以決定嫁給她 哇 她爸爸聽到了 氣溜溜了啦 她的心都跑到那邊去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跟她說 我今天有帶那個薪水袋來 你看 我知道愛情以外 麵包很重要 我這個薪水袋 養你的女兒 沒有問題的啦 但後來就 才答應 好吧 你找一個美人來談 我就趕快跑回家 四點多 騎車 連累騎回蘭鐸那邊 看到我爸爸五點多 就起來掃地了 我說爸爸 準備起媳婦 蛤 都沒有看到你家交往女朋友 怎麼起媳婦了呢 我說 已經都談好了 那什麼時候訂婚啊 禮拜六就訂婚 為什麼那麼快啊 面對夜長夢多啦 所以兩個禮拜就把她取回來啦 就這樣子 這個講得很輕鬆 但這個五六年當中啊 那個起起伏伏啊 那個真的心都 都很那個了 有時候她就 就想要 就同意了 有時候她又 考慮到爸爸慢慢的觀感啊 什麼 起起伏伏 5G禮物 發展物 所以那個 過程很難過了 好 謝謝